如果你轉眼明馬的世界不轉 為何明馬的世界有 一家我講你一定同 百分之百同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介紹在我身邊的兩位嘉賓 第一位就是幾位集團行政總裁 湯文良博士在這裏 歡迎你 湯博士 你好 另一位就是長億地產總裁 汪敦敬先生在這裏 歡迎你 汪先生 各位好 見到兩位的樓市專家在這裏 很明顯今天要講的主題 都呼之欲出 說的是放了空很久 另外就是有市場消息 政府很快就會推出三招 來益壓香港的樓市 第一招就是新樓的空置水 第二招就是把新居屋的定價 和市價脫勾 第三招就是把一些部分 私營房屋的土地 轉為資助房屋 究竟這三招對香港的樓價 以致未來樓市的供應 有甚麼影響 就要問問兩位專家 或者是湯博士先說 雖然現在還沒有具體的細節 但你自己怎樣看這些措施 我以為現在有 原來要明天才公佈 明天才公佈 我們一直都收到消息 以猜響計 以猜響計 以兩年猜響的租籍 以樓價計 就是5%的空置水 如果收過消息是這樣的 就未必真的 我覺得這個空置水 如果真的出現 就恰當 如果你說好像法國那樣 10%就真是掉頸 法國是第一年10% 第二年10.25% 第三年15% 就不行了 現在5%就恰當 理論上都是叫地產商賣樓 為什麼地產商賣樓 實際上這個 你如果想好消息看 好消息看 政府自己做到一件事 做到一件事就是 可以提供足夠的供應出來 如果我提供不到足夠供應 如果我是天高下雨 我下了雨 把水塘不放出來 我炸你的水塘 就說 喂 你要放水出來 但如果我不下雨 我真的沒有要下 那你水塘就乾淌 最後呢 政府都會被人說 你都沒有供應 你叫我放水都流出來 因為汪先生有些數據 看到這個 他在放哪裏 放哪裏 數據黃 我那些就想 第二呢 就是那個 脫鉤 現在脫鉤也不是說什麼 脫鉤的 我估計是由七成降到五成 如果這個就是 一件好事 對於 年輕人 年輕人 在公屋住 不要忘記了 李嘉誠先生 退了的時候 都叫政府多建公屋 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購買力 我真的失策 購買力 很大部分 是由公屋 居民產生出來 因為公居 他們給了很少中金 很少中金 有幾個人做事 可以儲到錢 整家人做事 儲到錢 儲到錢 他們很容易買到樓 如果能夠買到居屋 那就更加好 七折 現在五折 五折更加好 不過有少少擔心 以前買了些什麼 不過很大的 以前買了升值 計算現在 都是五折 可能還賺了 都是五折 以前 他買了居屋回來 是五百萬 七折 三百五十萬 現在 七百萬 五折又是三百五十萬 即是沒有升到值 對於以前那批人 可能就不是這麼著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第三個更加好 就是公屋 雖然政府沒有建多些公屋 租美人 政府資助房 建多些陸自居 建多些居屋 做陸自居 給公屋居民申請 一拖一拖一拖 申請後 搬進去 他的單位空出來 就可以給 加快公屋留住 新增進去 變成新增進去的 可能要住舊的 屋 可以買不買新增 這個 這個陸自機行政法 是不一定的 我覺得這三個政策 如果做出來 我覺得不一定 樓市跌不跌呢 就算升 都沒有辦法 就升都是 扣買力很強大 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 現在不是要樓市跌 我都不是 政府都不是 要不要升得那麼強 或者升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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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通博士說你有些數據在手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講第一招 第一招 第一招是空置稅 空置稅 如果這樣看牌面 就沒有事 因為發展商也有適應能力 可以將以後的單位 遲些拿入伙子 但問題就是說 但在看後面底穩上面的數據 其實我們在未拿入伙子之前 其實我們儲了很多單位 是未準備賣的 如果根據運房局的數據 只是曬太陽的地 即是買了沒有動工的地 都兩萬三 兩萬三是一至兩年的樓花銷售量 我們看回這七年 每年都有超過兩萬 或兩萬多些 平均每年都兩萬多些 的供應出來的政府 但我們起得動工是萬四億 即是有六千 其實是不斷在紮數 如果用這個不知所蹤 因為在數據上找不到去 其實是有四萬二 即是說如果政府 只要將樓花供應運作正常 其實現在的樓花價格 是有機會面對壓力的 因為當供應多過成交量的時候 樓價就會出現壓力 很多人會在想 你政府多少供應都滿足 不用需求 市場不是這樣說的 市場無論是升或跌 都是看購買力 有多少購買力 你供應多過購買力 那麼樓價就會有下調的壓力 反過來我們兩年看到 就是供應少過很少買得起的購買力 樓價一樣升 即是我們用這個觀點去看 我們才看到實際數據 我只要說 因為如果數據微不足道 其實我們就說沒有了道 但如果數據真的多 我覺得現在太多人 是低估空置稅的後著 即是說空置稅 當然如果政府是卸做 我想我們都會叫讀者去買樓 因為你卸做 那方先生 你怎樣才叫卸做 卸做 卸做即是說我出一次 或者罰理很少 但問題是 我沒有定性的 為什麼呢 實際上 我們要想兩個道德面 第一 就是說究竟發展商做生意 我們搞它 動它 合不合理呢 但另一方面 又會有人說 喂 既然小的買家 和很多小市民的市場 已經充滿了樓市辣椒 那如果發展商的市場 是沒有什麼樓市辣椒呢 那又會不會不公平呢 我沒有定性 就是大家去理解 但這個可能是 第一次的樓花辣椒來的 那我覺得將來會出 如果將來繼續 樓價升 政府都可以在這方面 去找方法的話 那我們就會覺得 即是說一手想 將來的升幅 會沒有那麼銳利 汪先生剛才就說 覺得今次就算是推 這個空字稅 也是第一波 可能之後 還會有一些後著 或者可能越來越辣 那也想問一下 湯博士你自己怎樣看呢 你覺得空字稅之後 是不是還會陸續有離呢 實際上政府 由出SSD 到今次出空字稅 都有一個責任 就是買時間 買時間的意思就是 要做公認出來 做公認出來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以後的波 以後的波 政府封非 政府要提供自己提供到 足夠的棕影量 所以新樓空置稅 是無形狀逼地產商買樓 如果政府沒有供應出來 大家發覺原來政府 我賣掉樓 你不供應到樓價再增加 這個責任在政府 但問題是 所以賣掉樓 很多人說賣掉就沒事了 但我不同意 因為現在 斷連計 推出的單位 其實都多過我們銷售量 即是說 現在 為何價錢會貴呢 因為銷售量少 和銷售量少於需求 所以價格才會高 所以我覺得 現在 這是樓市分稅 但問題是 政府現在 在方向裡解決 就算它不是瀉造 它可能瀉造 瀉造 瀉造就應該買 你見到政府認真 你就應該小心點 它未來樓花的樓價 但我想說 就算樓花是受困擾也好 其實整個樓市 底 即所謂的河床 基本盤 即是上車 或者居屋 那個上升壓力 仍然存在 我想評論一下 最後兩招 尤其是我想評論一下 同市場脫歐 即是有七成 對 同市價脫歐 由七成變成五成 我想說 在現在市場上 這個並不是新的 在屯門和天水圍 因為有很多居屋 吞上的大部分居屋 其實好像屯門龍門居附建 其實它們大部分都是五成 或者以上的地價 即是說 我們看到一些經驗 經驗 那經驗就是 小心一個 甘心效應 因為上車人時 他們買樓 他們是先決於 甘心 即是說 買得起 買得起 不是車價 沒錯 車價是次要 所以那個甘心效應 我們剛才 因為時間緊急 你叫我們上來 我們上來 我們做了一些統計 就是說 如果它是七成 七成 即是說三成地價的樓 在市場上 三成左右地價的樓 和五成地價的樓 我們發覺 如果將價錢 再推演連繫地價 其實五成地價的樓 是賣高十幾個百分比三成地價的樓 即是我覺得政府要搞清楚 即是說 其實 所以我認為下一次推出居屋 一定 一定 一定破紀錄 因為為什麼呢 你門檻低了 你已經破紀錄 再加上 其實人 人家可以在二手市場上 拿到一個經驗 現在都破紀錄了 現在都破紀錄了 我覺得 會繼續破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照說的經驗 實際上 有多少政府自己去評估的情況 當然 如果 只要說 第二方面 還有一招 就是把一些私人樓 轉去做資助房 我不反對這樣做 因為尤其是現在很多樓 普羅大是買不起的 其實類似做法要做 問題是我們要談的 就是怎樣做法最好 記住 他的做法就是 你拿了一個私人樓出來 去給資助房 我們就少了 多了一個資助房 就少了一個私人樓 就是說 政府做這件事 對不對 就要取決 怎樣補充供應 又很容易 算到發展商頭上 因為發展商入伙前的屯職 似乎存在 或者被屯職 或者不想做到屯職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的確 很大機會 積了數以萬的單位 是制厚推出的 這幾年 的確是數字上 告訴我們 是 其實剛才汪先生說了發展商 有沒有囤積居期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擔心 萬一開了空置稅之後 那些稅行會不會轉嫁到買家身上 他沒有利 你加租我都沒有辦法 你電費加也沒有辦法 那我要轉嫁給他 例如我們遲一點 中秋節 中秋節你知做餅店 是很利潤很深厚的生意 每一次近中秋節 那些商年白糖都起價 那些貴了 不過我們很有良心的 就算原料貴了 我們都不會加價 實際加價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這些是利潤好深厚的生意 那現在分別就是 地產商那些是不是 利潤好深厚的生意 如果利潤好深厚的生意 就不應該說轉嫁 如果我是地產商 我就會這樣說 哇 政府就算推出空置稅 如果能力範圍之內 地產商會吸收到空置稅 不會轉嫁給買家 買樓的都順一點 因為根本上轉不轉嫁 沒有人次的 但是有一種生意 真是轉嫁 明馬實嫁轉嫁給你的 就是你坐飛機 你坐飛機 原油負加費 我真的原油負加費 油價貴了 加你原油負加費 我真是轉嫁給你的 明馬實嫁 現在我覺得如果是 轉嫁 如果地產商要轉嫁 新樓空置稅 就要明馬實嫁 我轉嫁給你 例如本來這個稅 我要交了5%新樓空置稅 我現在本來這層留1000萬 如果要1050萬 5%就是政府收的 不關我的事 我想沒有發展商這麼大做 會不會轉嫁呢 在市場上來說 在乎政府加的空置稅 會不會引起發展商之間的所謂博弈 簡單來說 如果加得重 而引起了 我會不會慢過 什麼歌出貨呢 這樣就會產生發展商博弈 這樣就不會轉嫁 但如果大家都很肯定 嗯嗯嗯 加兩萬好 大家都很安全 這樣就自然就會轉嫁 這也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 不過你說剛才 我的意思是否是發展商 屯息幾期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市場上 是有積聚到貨 這個積聚呢 我們又不可以說是發展商 因為政府近年很多部門的效率 其實都惹人救病 所以變成要綜合題 我只是想說數字上有積聚 如果我們把所有東西 推給發展商又不公平 但問題就是我照樣說 我看回是這樣 其實說完整個新樓市場 其實新樓空置稅 都不只是對新樓市場有影響 而二手市場的人都很關心 究竟其實推出了之後 對二手有什麼影響呢 之前就看一些節目 有些人就開始問 為什麼一知發展商就覺得不公平 為什麼不一事同仁呢 你只是徵收一手 二手那些為什麼你又不徵收呢 因為雖然沒有一個確實的數據 但在市場上推算 二手裡面的空置率都不少 rove форм館之間 那些人不夠專業 二手樓的空置稅早就出了 不過大家不知 都不知道 為什麼呢 例如我們現在的 double Stêm Daci 兩個稅 第一個稅是正常的 第二個的稅 能夠增加10.75% 那個稅是空置稅 因為你現在買了一個物業 買了第二個物業 半年之內你不買走第一個物業 第二個物業就要給10.75% 這個在某個程度上來說 算是空置稅來的 算是空置稅 就算你出租都不行 現在你新樓可以出租 估計可以出租都exempt了去 我覺得在二手市場 如果真的有空置情況 我覺得無所謂 但我們看到的數目是3.7 如果參加美術局處 二手的空置 3.7其實是轉流率 即是轉流率 即是我們處理轉流率 尤其是在二手市場的計算 其實是很高人成本 所以我覺得似乎沒有一個基礎 但一手未賣就是未賣 所以在政府來說 一手未賣超過時間 政府便覺得空置 我認為這是他的標準 汪先生你覺得空置 你怎樣去看時間 你覺得空置多久才適合去整 我們現在都是收到封 但似乎傳媒的封 都是說一年 其實空置一年是一個合理的時間 我認為一年也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空整年都是 其實你再長過一年就沒有什麼意思 或者沒有什麼阻嚇你 一年都是合理的 因為空幾個月都不出奇的 公平一點 就說一些豪宅和大人單位 我們要跟他們想一下 因為他們本身就算不想空置 他們轉流率都是比較慢的 不要說低 而是慢的 他們是否要給多些時間 公道的起見 當然我們做一些小單位 當然空兩個星期 可能業主都覺得空置 業主說你會慢 但問題是豪宅轉流是慢的 我們是否相對上給一個時間 還是政府覺得一年就可以掌握了 大家可以參加 我想到前時間是一樣的 如果你說分參支 這樣是很難的 現在始終業用簡單碎制 一年就一年 我都覺得一年是合理的 入了火 入了火之後 我以後來說 因為你是豪宅 你不懂 我豪宅是用來收租的 一早收租 所以你說公平 就跟他們有代表成這樣 很公平 老實實是比較公道一點 剛才汪先生說到 一些小單位面積的樓 和豪宅市場上的樓轉速度 其實有些人都提出過質疑 剛才汪先生說的東西 如果真的成立的話 或者是小單位去得快一點 那會否影響到 日後發展商開織的計算 如果我空置的 我有持貨成本 如果我建豪宅 我持貨成本就會大一點 因為我要保持久一點 那會否影響到日後發展商 我還是建一些面積比較小的單位 那欣欣效應又是你剛才說的 我想發展商去的 以我們香港發展商其實很專業 如果要銷售 他可以在建立的時候 已經做很多的聯絡功夫 或者推廣功夫 當然是在法例之下 所以我相信這個要克服到 我反而覺得這個可以克服到 不過我反而想回應一下 剛才的湯先生說綠智居 因為我們說了三招 根據你們的方向 湯先生說綠智居我同意的 因為很多人反對綠智居 就以為覺得綠智居是搶了公屋輪候賊人士的那些上樓機會 但我想說其實公屋最大問題 都是另外有一個方向回應 湯先生 但公屋最大問題是轉流率低 譬如說一年 就是最後聚聚了 我們見到最近那次綠智居賣出 其實大部份都不是庫戶 這些隱藏庫戶更嚴重 即是說我們最後說回 政府應該多點建綠智居 因為綠智居才可以大量增加鑽樓 既然我增加了鑽樓 這是最好的數據證明 即是我鑽樓的人數增加了 這才是一個好的數據 現在傳出來都是的 他說建資助房屋 很大機會都是綠智居 他沒有說建出租公屋 出租公屋有綠智居自動有出租公屋 我想回應一些我覺得不對的說法 我覺得綠智居沒有搶到公屋 我不覺得是 如果是增加鑽樓樓 只會更多人可以在不同地區的公屋 多了上車機會 如果說到綠智居 不如再說回第二個措施 就是居屋和市價脫鉤 剛才都想追問一下 你們覺得現在的新居屋 或者拿回最近的利率比較 啟明園、海樂園 其實他們平均赤價都接近一萬元 你覺得這個定價算不算是合理呢 這個赤價 當時我們也評過 因為當時的制度還沒改 就是仍然是用市價掛鉤 在市價來說是合理的 這個是一個 我們要跟回原則 為什麼呢 我們要小心 不要把居屋變成蝕錢項目 當然我同意 就算今天放風出來的兩招 其實都不是蝕錢項目 因為將來多了折扣 就多了補地價 就是將來 變成了現在沒有離位的 我覺得是OK的 柯博士怎麼看 實際上是沒有影響的 就是掛鉤 只不過就是 你現在 你買的時候 你用半價可以買大些地方 你將來都要補回地價 但是心理上就比較好 心理上就比較好 那些人容易跨腳進去 譬如那個樓價是600萬的 如果7折給400多萬 現在他給600萬 給300萬 跨進去的那步容易了 跨進去的那步可能都難的 跨進去要補地價 但是跨進去的時候 是他幾時喜歡跨進去才跨進去的 可以說抽籤的人多了 但中籤的人可能是一樣的 不是 我覺得中籤率多了 總之率會一樣 但是抽籤的人 總之人都會多 不過怎樣都好 就是說我們政府還努力在做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傳出來的三招 我都認為有效和深思熟慮 好 再說說第三招 其實都看到有些網民 覺得最欣賞的會不會是第三招呢 即算是對比空置稅 好像還有一些實質的作用 因為你馬上把私樓的地 建成資助房屋 好像他們是最直接受益度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看政府的決心 是否武器做 以及是否是否落實補充到供應 如果不是 你左手交右手 五餅二餘 其實千萬不要玩五餅二餘遊戲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那些私樓 拿出來私樓轉 私樓是政府私樓 政府的地 政府的地 但是有很多地在發展商上 它可以透過補地價 去補回來 甚至乎 那補到地價回來 那些不關政府的事 甚至乎買了我們很多的 都眨在太陽天 那裏正常運作已經差遠了 那裏就是保證 我還說得是那些 正常我只能做得是那些地 我只能轉多些給公屋 我買不到那些 如果你買不到 買不到你就自己補地價 向前推現 林鄭這個做法反而政府的做法 我反而推到最前 如果她想分割市場我同意 但問題是如果要分割市場 可能要想說蘇星連轉手都只能買回政府 那就大量將光需降低了 連光需降低 因為沒得投資就很多人不排隊了 沒有人 根本就變成公屋 我意思是回到新加坡那一隻 這樣就行不通 想到方向 我不是建議 沒有人 你給買居屋一個人 買陸續機買居一個人 他都有機會賺很多錢 這樣才是大家合理 好啊 好啊 見到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其實都很感謝兩位嘉賓 肯上來和我們做節目 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節目時間到這裏 拜拜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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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